時間不夠 HRM 好我們網路電台 觀眾朋友 聽眾朋友 大家好 我們現在陳昭之 昭之小長 這面很辛苦 真的去美國為了阿彬總統 去跟我們海外鄉親社團 臺美人 大家名為 等很久了 等到現在時間 你今天從港到港 先向我們鄉親市長請問一下 各位鄉親 各位聽說阿扁總統的好朋友 大家好 是呀 先說一下 你離去的那個過程 我們身份都對你去 老婆都對你去 老實說 再多年來 我出國的英港 還是開國的大部分 都是為了我學家的專業部分 這是我第一次出去英港的目的很不一樣 是要去記臺美人 台灣的僑胞 尤其是很多朋友跟我們很關心 大家都很關心阿扁總統 老實說 這次我先去背後去 他也覺得此行是真有季端 老實說 我在這裡也要跟大家說 要說阿扁總統的事情 我也不客氣 老實說 你請招資去 我覺得招資是 資訊是最多的 老實說 如果要請至中去 當然至中現在要讓他們限制出去 我也跟至中說 至中那時候 從頭的時候 他還剩一個小孩 剛才突出回來 或是小孩 老實說 第一段他也不正經參與到 那時候要開始打開一些質疑 包括要來競選頂頂 所以實在早期我們在聽 阿扁總統 還是要支持的時候 那段時間也差不多很多朋友 可以說比他們家的 他的孩子更了解 當然這次很感謝各位鄉親 我們大家歷情 我覺得是真有嫁帶來的一種流行 雖然我有他一次說出國 差不多都沒有去玩 當然我在九金山 裡面有一天 台灣學習會有帶我去看九金山 因為我英國北京很久以前 所以我也很想要去看 我英國的客家的地方 就是在加州大學的舊金山分校 協定和一些幹部都帶我去看 去看舊金山的市區 那些風景頂頂 所以那天我也覺得很高興 來洛杉磯之後 開始跟很多好朋友 中島和晚上 大家都有時候比較大的團隊 有時候比較少的人 大家都很關心台灣的市區 所以雖然我沒有去玩 但是我覺得 我跟這些朋友來講 一些意見 對我來說 一方面我像台灣的事情 跟你們說 另一方面 我是感受很親密的 我要感受大家的烈情和關心 對我來說 是很大的鼓舞的鼓勵 我這個感受 我拿回來給編嫂 吳淑貞夫人 當然我最近想說 一個禮拜看到床 我也要跟他說 一頂一頂 阿扁總統本身 他受到最大的鼓勵 但是他需要大家支持 當然現在可以更接受 醫療團隊的成員 我們只把醫療團隊鼓勵 醫療團隊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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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醫療團隊外面 這一圈的人 還有很多人鼓勵 所以我們的關心和熱情 一頂一頂一頂團隊 我覺得這股力量 絕對 我相信應該是對阿扁總統 有一個好的結果 希望如此 就是大家的念力 心肝裡面 深濫 黏黏 讓阿扁總統有一個溫暖的感受 他不會高痰 我對阿扁總統也沒有說 我頂不去 也有幾個地方的風髮 也是這樣跟我們問 每天說 因為我們算比較晚 人家在台灣 對阿扁總統 我想說特別不一樣的心情 這家我出門的時候 阿扁總統沒有在北間 伊朗是在北隆 那就是沒有在過地方 所以我那時候 我第一說 我今天來這裡的心情 老實說比很大時間 結實好 好的理由是 其實我知道憲主席 阿扁總統是在北間外面 當然可以多久 我們大家來繼續打招 所以那個感覺比較不一樣 第二的感覺就是 我們國內的一些氣氛 就是說 連夜都沒有問題 一些所謂的社會人數 大部分也覺得阿扁總統 是應該讓他保外就醫 所以這個氣氛比較有起來 阿扁總統沒有在北間裡面 所以對我們來說 那個壓力 我是覺得很清楚 可以很清楚 來跟鄉親來報告 這幾年 尤其是萬四年來的 有些結果 是 我們的臺美人 鄉親 很多人 沒有說 每個人都可以回到台灣 如果在外面 還不知道台灣 到底是發生什麼事情 大家都心裡 都會很緊急 所以你這一邊去 定義說 也要替他解決 他的心肝裡面 他煩惱的事情 你說思想 還是思念台灣 思念台灣 不知道阿扁總統的事情 到底是怎樣 看明天我們就知道 明天就不會相信 對 我剛才去 尤其最近 第一禮拜 就去 第二禮拜 就去洛杉磯 那幾天 我剛才 投票到一個 電話 也放在上面 給大家看 就是有看到阿扁總統的 兩天 的照片 剛才出發前一天 我去看阿扁總統 我本來想說 沒有機會 但是剛才出發前一天 去看阿扁總統 報告 說我要出來 去跟鄉親報告 現在的進行 所以 感覺說 那時候的經驗 跟剛才我記憶 是很晚的時間 所以可以跟鄉親說 最先的一個小信 加上 我想大家也同意 這半年來 就是醫療修作 可以說阿扁總統 旁邊的核心 救援 因為後來我們的主題 已經不是在怕司法人權 司法人權 當然 現在律師還要開始 就農堂案來 提出在意 這是很好的事情 但是司法人權 我們的事情已經是很多年來 都是這樣 但是阿扁總統的身體 健康奪法之後 我們的重點 就變成醫療人權 所以我想這半年 尤其一打敗之後 醫療小組 可以說 最重要 可以比較讚揚阿扁總統的情況 所以我回來 沒多久 就是 本來我想說 要下去高雄 跟編嫂報告一下 報告說 這座區的情形 沒想到阿扁總統的夫人 他說 趙智波你要下去 我剛才拜三 他拜三 他要來台北看阿扁總統 所以後來很特別 就是 那天他會報阿扁總統 兩點到四點 之後 我說 夫人說 他說要來辦公室找我 你知道嗎 他一個倫理 他要上班 是不可能很大事 想救我們兩三的人 不可以我過去 然後我就想說 我來幫郭鎮典教授 救辦公室 我就說 你看阿扁總看完 你留在八年 我叫郭鎮典教授去幫你接 接到他辦公室 我去他的辦公室 來幫你解釋 所以那天就是阿扁總統的事情 把夫人留下來 到我前進去 我就拿一些照相 磁碟機 我就放一些照片給他看 幫他解釋很多事情 所以那天我看夫人還蠻開心的 就是報告就是那天 他第二天我介紹他 那個倫理撒出來的照片 那天是因為外面有的阿扁們 他都藏在那邊 很感心 他們都受精神科病房外面 對對對 就是那天 那天 那天 本來是要去郭鎮典教授的辦公室 說 郭鎮典教授辦公室在另外一棟 他說 那天如果要把吳徐征夫人殺到那裡 也是要去帶路 後來郭鎮典教授 就去跟精神科他們參訟 說 你旁邊有一個小會議室 沒找我一個好嗎 他說 我們的會議室 不然也要談公事 他說 談公事 他們兩個要討論一些 阿扁總統的健康情形 大家都關心 這就是炸槓的公書 所以我們裡面 就是 最好的情形 就是 他看 總統看完 夫人看完阿扁總統之後 就是差不多撞過來 沒有多少 差不多一二十公圈 阿扁一間會議室 那間會議室就讓我們他們 本來一個醫生很高興 他為什麼要報問 因為要討論阿扁總統的健康情形 其實我那時候也尷尬尷尬 我想說 其實我要報告去 美國家族的情形 郭鎮典說 變了變了 不然你去不可以了 後來我們客社張葉生醫師也來 郭鎮典叫做我老放 他問我說 我可以老放嗎 郭鎮典說可以 所以那時候我們就住裡面 報告 那間夫人心情也不錯 也說了很多 因為我也相信一些 對阿扁總統的熱情 頂頂頂 這個過程 也沒有一些款項回來 要跟阿扁總統 給大家一個誠意 對 不是座舊的問題 是 是 是 讓我們 吳淑貞夫人 讓他 這樣 可以 心情 測試 寬慰一下 阿扁總統 也有聽到 你幫他報告 這裡 我說的是 因為現在看阿扁總統 又變很嚴 立委 說怎麼可以進去 所以那時候是家屬的時間 2點到4點 現在他說 我們要進去 可能要拿醫療小組 要佩戎醫療小組的行為 你就是醫療小組 他這個醫療小組 要佩戎 他自己的醫療小組 把我們帶進去 要他們指定的 要他們指定的 但是現在目前 他們跟我們 陳順勝教授 林信賴教授 跟陳巧琦教授 他們差不多 每個禮拜 他們三個也好 我們大家都看 可以討論 差不多禮拜 禮拜再去 差不多10點的時候 他們去看阿扁總統 就是我們這邊 他們這三個可以自由進出 郭正寧教授現在可以 因為他本來就是榮總雄班 我們其他醫療小組的成員 就是 現在立委搶也不行 立委要個人 就是說我們要 榮總的醫療團隊成員 把我們搶進去 這樣才可以 想說你去美國回來後 你有把阿扁總統報告這裡嗎 我沒有親身 還沒有親身 但我是把夫人報告 夫人報告之後 我是說 要討論夫人之大 我只要去治中共 所以拜日 我們開 今天禮拜四 拜日我們開醫療小組會議 我只要去治中共 一些 我想說我優先先給夫人報告 我來掌握時間 我來掌握時間 感謝我們趙智姐姐這麼辛苦 我們現在來講 就是阿扁總統的 他的情形 現在還有什麼樣的掌握嗎 阿扁總統就是 今天禮拜 他開始在用醫療的部份 這個部份有開始有 有要開始治療 這個治療的情形 我們現在要看他的 歡迎 但是要病毒 這個病毒不是只有 北農醫師的部份 就是我剛才說 我們自己的醫師 也要每個禮拜 去了解他的進步 當然我們知道 就是精神科方面 這一部分的 一定不是只有優化的治療 你優衣症不是只有吃優化就好 你要有很多積極的附健 環境 人際關係 當然這個部份 榮總 北農的精神科主任 他也是認為 環境優先 跟家屬的支持很要緊 所以現在家屬第一家屬 看他的時間 是沒有 算得到 我們家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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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 已經答應給這兩個孫子 可以 因為阿扁總統現在刷了另外一個病房 因為我們現在醫生去看後發現 他的病房本來都看不到外面 看不到陽光 對 後來說 那附近就是再找一間 找那間外面有一個小小的庭院 既就有陽光 是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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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裡只有半山頂 我坐的電腿 好像坐到二樓下 因為整個關起來 跟頭上 樓層是不對稱的 我說姓宇帶兩個孫子 本來是答應說這兩個孫子 要去跟阿扁總統在庭院見面 在庭院 不是在庭院裡面 周主任說好 北榮的主任說好 結果到時候 孩子帶來 結果北監方子傑還翻 還不準 那天不準後 阿扁總統那天心情不好 應該是上禮拜五 他心情不好 結果晚上沒吃飯 中午不輕吃飯 阿扁說兩頓 為了這個人兩頓不吃飯 就等於說沒看到那兩個孫子 他本來答應 他本來答應 這方子傑 我拜禮的時候 問郭正典教授 拜禮我們這邊的醫療小組 都會開會 他說其實周主任 一方面是說 這個家修的姿勢是很好 第二方面是為了孩子 他說孩子 基本上就沒失去精神科病房 孩子在精神科病房看到的東西 對他一輩子有很大的影響 所以他本來也注定說 小朋友如果要看阿公 應該就是離開 出來外面 外面的體驗 他說他第一的生活 是由那兩個孫子 那兩個孩子來設想 但是沒想到方子傑不準 所以他們沒那麼緊 阿公 結果孩子又帶回去 所以阿扁總統 氣到兩頓不吃 你看讓孩子多失望就好 兩頓不吃 他說現在回來了 現在說可以可以 他說現在可以 孩子就再娶一次 你不是在艱苦人 擱擠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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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說立法委可以帶我們進去 現在還說不行 只能夠本人 所以那個規定 都是他在說的 什麼本人 就是現在只有立法委可以去看阿扁總統 所以剛才你問我 說這個規定 現在立法委一直說不行 只能本人 立法委可以去看 所以我們醫療小組 北農醫療小組 帶我們去 可以去看阿扁 我不是聽說 陸修蓮可以直接去 副總統不願 副總統他本身就有禮遇 副總統一直沒有在那裡 拜託陸修蓮幫你帶你 他就問問 因為本來要去 早期要請副總統帶醫生進去的時候 北間那時候跟我說 副總統是禮遇副總統個人 副總統是不能帶人的 過去是特件事 立法委員帶人 所以很多決定 我們看不到 他就為阿扁而設 法律都看不到 那天就是 郭鎮蓮怎麼去放阿扁總統 因為他們兩人都沒吃 是啊 他放說 還要吃油 他是拚片 拚開玩笑 拚安慰說 阿扁總統 北間 他不是找你麻煩 他幫你倒三天 不然你旁邊 讓你孫子和孫子 我們就把你送回去 這樣說 他不知道有沒有 郭鎮蓮說 他會不會說白行為 他說 他說 阿扁總統也覺得有力 我相信不是有力 他就這樣放 他就苦笑 只能接受 所以這件事 對阿扁總統也很傷 所以我都在想 你開始要治療 讓他歡迎 讓他掉落 情緒 對 所以方子傑到現在 差不多每天都去拚 他都去拚 拚說 我把你帶著皮膀 比較大小 說現在要換三邊 四邊的房間 我把你放層 我把你放豆子和椅子 上次就說 馬桶 他說我告訴你女兒牆 一個稍微圍起來 現在阿扁總統都不為所動 嫁兩天說 那個馬桶 可以廁所給你圍起來 不要把你放 每天都在跟阿扁總統說 要叫他回去 你看這個 雜亂沒有髒法 毫無髒法 毫無無法 這就是一個黑社會的治療方式 我想說阿扁總統就不能軟心 對啊 你現在回去 我現在說沒有人會被鋪出來 對啊 沒有人可以再進去 他進去之後 人家亂不進去 所以我們也提起阿扁總統 因為他是人硬兼施 可以消費給他嗎 可以消費給他 可以消費給他 但是消費他會檢查 沒關係 消費他可以收 只是說 牌子阿扁總統現在的進行 發佩 他比較不容易 他可以回敗 現在就可能不一定可以回敗 是 方子傑跟努溫 就是很反正 他說 他這個心情 他說有壓力 不然他說有壓力 因為他每天就把他放回去 一個條件 環境在你買他改 就是要看 不然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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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一樣 所以 阿扁總統 因為現在 定義說 吃了差不多10天 因為是暗示說 差不多吃了6禮拜 要來拚勾 說這個油 剛才有效嗎 要改嗎 要改嗎 還是要用白飯油 但是那段時間 也面臨說 去留的問題 不過 阿扁總統說 不然怎麼放回去 一定要吃 你為空空 你油要放下來 你一樣要吞下去 要為空空 又吞那些油 因為每天可以看到 他是郭正典 郭教授會放 郭教授每天也會報紙 給阿扁總統看 所以阿扁總統 可以拿報紙來 有時候再開槓 所以郭教授在那裡 是比我們沒有一個人 在那裡 很好的 當然他會送一些消息 跟我們說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 他說要去跟周園華主任 他現在出國 總統的醫生 他說 郭教授跟郭正典教授說 他們都每次出國去開火 他說他現在 像這兩天還出國 他說 他回來要跟他說 是不是可以叫他 說 如果在看邊的時候 是不是可以叫 店員長不可以住旁邊 是 他說你住旁邊 旁邊都會跟他說 他說 有一次郭正典偷說 他說他站旁邊很多事情 他不敢說 因為他想問他有的 但是他有的 他不敢說 他怕有後遺症 製造壓力 他有壓力 另外他每天都說 沒時間 我把你傳給你回去 給你回去 他現在難民要接受治療 一方面 在想說 我不知道要放回去 所以 他說要請周主任 跟方子姐說 是不是盡量不要再講這些話 不要再說這些話 但是會想不想 沒有人知道 因為郭教授行人說 阿扁總統現在坐到 不是坐北間 他叫做北隆間 他在北隆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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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都管 所以拜祢 就是一兩天 至終就拿帳單給我們看 他進行給他賺三十幾萬 我們絕對不能給他 這三十幾萬 我說 陳孫大家都在 我們民進黨科文 大家都在說 不行 你知道嗎 因為這個部份 這個部份 這部份的帳單是怎樣 就是當初阿扁總統 強送北間 對 不經他的董儀 他去做很多高貴的檢查 在那邊直指儀 功能性的 和詞共振 因為那時候 大家現在都知道 就是要他 用儀器檢查 要他證明說 你假名 要你送回去 所以完全為司法 這時候都沒有治療 你想阿扁總統 是九月十七 左右 你去北隆 哪有可能 我告訴你 十月底 就是上禮拜 你知道嗎 這時候開始治療 這中間都沒有治療 所以裡面 只有一批五萬多元 是油仔籽 那個油仔籽 也是很貴 原來阿扁總統 那時候就感染發燒 它的泌尿道 感染發燒 又怕放棄手 有怕放棄手 所以裡面有一個油仔繪 是五萬多元 是抗生素的部分 所以我們跟志忠說 每個首輪都在北間 都有一個存責 一個賬戶 他們家修可以存錢 他拿錢 有時候買一些日用品 那裡面 本來就五萬多元 所以志忠說 早就被北間靠了 所以我說 志忠剛剛好 他也是在靠 我就靠了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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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就繼續顧 自從我們這個都好 你放五萬多元 讓爸爸 因為他要買一些日用品 這個油仔籽都要五萬多元 我說 剛才你每次都要三十幾萬元 你不用插賬 因為你知道 阿扁總統 畢竟做個總統 他意思是說 我們 醫療小組的管理 就是 好 三十幾萬元 你都不要再藏 但是他現在開始 他現在開始用油仔 自治療 我們去看民生 民生 我們可以看 如果正經營的阿扁總統 照顧自治療 我們再來付錢 就是這樣 我們的意思就是這樣 要至終說好 所以那個三十幾萬元 照顧我們看 我們就說 不可以付 那要堅持下去 不可以到時候 還給他 我們感謝鄭親 這次也說 要給阿扁總統 做醫療費 所以我們這批錢 就是 他真的用在阿扁總統身上 阿扁總統贏的油仔 跟他戴那個病房 那個病房總總說 一天 就要他修四千五 那個病房 那是單人房 一定是單人房 現在美國公道回來 我就覺得 我們台灣人就很客氣 你今天 你去戴那個麻蓋 這個錢 我們願意付 你今天 你如果是戴高雄 或是戴成功 我先說 我們去鑑官府 不只是可以鑑官府 馬蓋就可以打劍 你知道公立醫院 就不能打劍 馬建醫院 其實是蘇人醫院 其實它可以很大量 是啊 我要告訴大家 很久以前 盧秀醫立委 台北縣盧秀醫立委 因為他那時候 被疫情過世 但是那時候我們病院 剛才有一段時間生理後 他在那裡 在北的病院在那裡 到一個床 他刷了我們病院 他在我們病院 照顧三年 盧秀醫立委 當時 我們一定要傳一個單人房 為什麼呢 就是說 他本身是付不去的 每天給他病院 一個私密空間 所以我們病院 讓你騎那麼久的時間 當然一三年 沒有都住的 只不過都 騎的時間 一直用眠色的 中間還有一天 就是走出去跟蘇貞昌 那個一跪 大家知道嗎 那也是為我們 醫院請假出去 所以我們病院 那些費用都沒收 沒收之後 他還用一些信用 我也那時候 倒掉一些最新的油 做肺癌的治療 後來他 他翁姓了 貴姓了 他的夫人陳玉秀 差不多一年後 辦一個音樂會 那個音樂會 那個門票收入 後來就是 尋本考慮之後 他就回饋我們醫院 這也是一個美談 我想我的重點是說 其實如果來蘇貞的病院 包括這個 其實是可以 比較有良心 可以有很多彈性 公立醫院 當初不是他志願要去的 公家醫院的帳 不可能去這樣處理 所以費用反而高 那時候阿兵總統 他很想要去的就是 媽家還是代代 那時候高醫是第一志願 因為他回去 他媽媽和太太來看的 比較方便 你看阿兵總統 在白樓住了 一個 兩個月 別媽 到現在沒有來 白樓去看 是啊 就是那大樓對他說 年齡那麼多 還要坐那麼久的車 本來這個 用醫療治療 或創傷或壓力療 所以高雄醫學院 開始我第一志願 高醫也答應了 但是沒辦法 因為北隆管不到 他就不肯 北隆管不到 他就不肯 因為他整個宜間 他就不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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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後來就留在北隆 既然北隆下來 後來很多報紙在寫 包括藍營的媒體 都在說 陳水平 後來很感謝北隆 他就留在北隆 那不是 我是相信大家都要知道 對 那張筆 你敢不肯解釋一下 有些人不肯 不知道那張筆 怎麼來 感謝北隆的 他自願 那有條件 那時候就是 因為他每天 方子杰 在那裡說 他就說要送回北隆 他說送回去北隆 他說 你不送回北隆 就叫他要寫新聞稿 感謝北隆 他當初 這個情形叮叮 強送北隆 說要感謝北隆 所以阿扁總統那時候就是兩個自願 他跟他兩個自願 不是北隆 不是北隆 各位鄉親 各位譚美人 他要怎麼 北隆跟北隆 你要選哪一個 對啊 你如果沒寫新聞稿 他就把你送回去北隆 但是那時候我還要討論 就是 郭振典教授 本來每天五點後 就不能看阿扁總統 放假日也不能看阿扁總統 那時候 阿扁總統說 你要叫我老的家 郭振典教授要隨時進來 所以後來他就變到10點 10點 10點進行 不是10點進行 都可以去看阿扁總統 那時候是可以看阿扁總統 所以那時候就先討論 還討論我們自己的醫生 我剛才說的 無法度都說 就是陳孫勝教授 林信南教授 陳曉旭教授 他們三的人 可以去看 就是我們這邊的精神 和神經科的專家 可以去看 所以那是無法度的事情 大家就是 有人聰明說 就是阿扁總統 那是沒有辦法的 因為你如果不答應 人在屋簷下 沒有什麼新聞稿 他說要送去北間 那時候我們很群眾 我們知道要送去北間 就完蛋了 我先生覺得 他如果去北間 一輩子都沒辦法出來 也許他最後就是在北間 最好理智的就會在北間 那時候是緊繁後 所以不得不得不得 所以說 在這方子傑 這個典議長 你在台下旁邊有說 你們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到這個中華民國 會把你生大股 你的賺大錢 但是你就要保證 不可以 剛才發生帳號 還是什麼議員 這樣 這有時候 拆掉到 或是說 電器去觸電 或是怎樣 這些人都有充滿到議員 還是希望你 你捏扁有功 你會升官發財 我們現在 我們 趙智姐 休息一下 我們待會兒 兩天再回來